好 再来看到是台北市国小校园传出体罚事件 银桥国小鲁姓导师被家长来投诉 他罚呢 小二的学生站校门口 还有学生吃便当 吃太慢 居然是便当被丢到操场 事后 老师不肯道歉 还来呛瞎家长 说有种 你打我 证明这个男老师呢 二十年教学经验要持续来调查 女儿被罚站在校门口 家长气呼呼赶到学校要找老师理论 小孩吓得叫爸爸不要进去 老师直接问人家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你喝醉了不要来找我 可是家长很气就是说 他根本没有喝酒 为什么这样讲 后来他就一直挑衅 有种你来打我 原本欢乐的校园蒙上阴影 家长不满小二的女儿因为请假被老师怀疑 叫到校门口罚站 小孩边哭边发抖 吓得一个多礼拜不敢上学 他家长来的时候 小朋友才跟一起进教室去 这种行为已经是不太适合的 稍微严格了一点 童一名老师还曾经因为另一个学童 吃饭吃得太慢 把便当盒丢到操场跑道 叫学生去捡 吃得稍微晚了一点 他之前就已经辅导他很多次 他觉得这次是不是改变一下做法 他的做法稍微激烈一点 证明鲁姓男老师有20年教学经验 管教严格 目前请假在家 近代教育局和校方调查 是否不适任要记过惩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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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